二虎又要作妖了 在熟年最新的剧情中 刘红艳的母亲来了 按理说二虎作为南方家长 早就应该去拜访人家 可当初连亲家的丈夫去世 二虎都不曾让自己的儿子回去过 这也就罢了 刘红艳都结婚这么久了 二虎也不曾说过一句让亲家过来串门的话 到头来还让亲家找上门 反而有些失礼了 对于亲家的到来 二虎是非常欢迎的 即便当初她对刘红艳一见颇多 但人家婆媳俩已经和好了 如今的二虎 别提有多喜欢刘红艳了 本以为她会因为刘红艳的缘故 对亲家好一点 谁知在饭桌上 二虎就直接甩脸子了 并非亲家做了什么离谱的事情 而是人家为刘红艳和尼俊买了一套房 有人给自己儿子买房 这不是天大的喜事吗 二虎到底在做什么妖 凭什么要去埋怨亲家的不是 再说了 她之前偷偷摸摸干保姆 还有丈夫 风里雨里的送外卖 不都是为了孩子能够买房吗 如今有人替他们解决了这个难题 二虎应该开心才是 直接甩脸子 是不是有些难以收场了 其实二虎生气的地方 不是因为亲家买房 而是亲家在房本上写的是自己的名字 这等于说自己的儿子是没有任何保障的 还要每个月还房贷 二虎心里能舒服吗 最最令他揪心的是 新房子距离自己的老房子 一来回起码有三个小时的车程 等于说将来二虎与丈夫 注定要与儿子分隔两地了 亲家还说了 小两口将来有了孩子 自己还能帮着代代 他就留红艳这一个女儿 背后无牵无挂 只希望跟女儿女婿 还有未来的孙子或者孙女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也是因为这一点 再次踩了二虎的雷区 就算留红艳怀孕 那孙子也应该是由自己来带 小孩子都是谁带才跟谁亲的 二虎可不想将来自己的孙子见了他 会是一脸陌生的模样 中国式家长对儿子是有一种执念的 那就是倾尽所有为孩子付出 供他们读书 出钱给他们买房买车娶媳妇 将来有了孩子 也能帮忙带着 而且只想让孩子跟自己亲 因为那是自己家的后代 就应该跟自己亲 至于孩子的姥姥 可以帮忙带带 但绝对不能越界 因为孙子只能跟一方的老人亲 而这一方永远是爷爷和奶奶 刘红艳的母亲买了房 直接把自己儿子和孙子都拐走了 二虎能不甩脸子吗 再说了 他可就倪俊这一个孩子 当初生孩子的时候 难产八个小时 好不容易把倪俊带到了这个世界上 紧接着又是各种小病痛的折磨 让二虎受了不少的罪 到头来 自己养大的宝贝儿子 竟然成了别人家的上门女婿 试问他怎会轻易接纳 房子固然很重要 但对于传统家长来说 还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在自己身边的 哪怕日子再苦 也喜欢熬着 其实他们可以适当放松一下自己 何必要把一生都跟孩子们捆绑起来呢 这种情况是我们的事情 我们的欢迎 как 你每个人都开始 跟我们的问题 含有好 何必建议 就这么可能 我们的关注